多股推介系旭輝控股884 《經濟日報》投資業華組揀選原因是 內房股前期受到政策打壓 經營環境惡劣 但隨著內地經濟復甦預期回暖 房業政策有緊變鬆等因素支持 預料部分房企可以得到翻新的機會 競利前景逐漸見到改善 股份可以留意旭輝 1月初樓旭輝計劃發行20億人民幣票據 並由中債信用增進 提供存額無條件 不可撤銷連帶責任擔保所得的資金 用於項目建設和償還境內有息債務 公司之前已與建行、光大銀行、郵柱行等 簽訂合作協議 獲得幾百億的售訊額度 旭輝的財務狀況改善 有利股價修復部分失地 昨日升7.7%至1.26% 可以在1.2%水平小住收窄 上網去年12月價格高為1.7%